巡視 王君 叫小九有何事 南方突發水患 西青又異常嚴重 待會兒啊 本王還要召集大臣 一同商議對策 恐怕这几日都不得空 王陵那边 就只能交给你了 小九定竭尽全力为王军奋勇 尽快完成机会 那边有轻蹄守着 不必担心安全 是 王军你也切莫过于操劳 一定要保重身体 放心吧 那我这就前往王陵 去吧 九夫人 这得又没别人 你称呼我小姐就好了 臣惶恐 岂敢如此渐远 这有什么惶恐不敢的 以前我们还一起好隐过呢 还互相称兄道弟呢 为何现在就不敢了 当时臣愚昧懵懂 才会那样肆意妄为 如今您是夫人位分 尊卑有别 必须顾及身份 什么尊卑什么位分 我从来都不在乎这些 再说了 叶将军你也是 叱咤战场的风雨男子 竟然还拘泥于 什么身份尊卑之术 再说以前我是白统领的时候 你可曾跟我摆过 什么尊卑的架子 现在跟我说尊卑位分 莫是瞧不起小酒吧 我先进去了 原来就是这里 十里桃花寻美酒 四海八荒喝好茶 小鹿茶 四海八荒都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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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d 殿下不该单独来此的 我就是来布设机关的 今日只是疏忽了 也不知道这亡灵入口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等一下我再仔细排查清楚 殿下如何能继续冒险 今按道排查机关 你大可放心 我若有所准备的话 这些简单玩意儿根本就伤不到我 来 放酒 殿下 臣气感 我说了多少遍了 没有人在的时候 不要叫我殿下 也不要自称为臣 臣 你看 你还来 这酒还喝不喝了 我 这就对了 当日与我一顿好饮的你去哪儿了 当日我并不知殿下 不知你是女儿之身 我只一看就知道 你绝对是跟女孩子接触少了 你为何不成家啊 我们永宁侯府 世代以武传家 男人大多战死沙场 出了名的多寡妇 一般地位相衬的王公世家 都不愿把女儿嫁过来 那为何一定要找王公世家呢 不一定非要我们当户队啊 官宦人家也好 普通人家也好 只要是能跟永宁府结尾亲家的 我想多少都会情愿的吧 此言甚是啊 我其实也没那么看重对方的家事出身 只不过以前多在边关镇守 如今又肩负守卫王公安全之众人 一直没有这个心思 而且 我此前 也从未对那个女子动心过 看得出来 如果你一旦对对方动了心 一定是那种十分忠诚 十分热烈的 敢为对方去做任何事的人 或许吧 不是或许 是一定的 在这点上 你跟我是同类人 是吗 你会是那种一旦动心 就肯为对方做任何事情的吗 就肯为对方做任何事情的吗